再来这一题 在一块T形的土地上 我开辟一条平行四边形的道路 其余的部分种花 黄色的部分是种花的 如右图种花的面积是几平方公尺 以这一题来说 我一样提供两个做法 第一个方法 我可以先把全部的大T形算出来 我用大的T形 去减掉 那中间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大T形减掉平行四边形 再来 大T形怎么算 之前的公式 上底加下底 25加35 那乘上高 高是我的30 30 然后再除以2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呢 叫做底层高 底是10 高叫做30 好 也不用除以2哦 平行四边形就是底层高 所以我们的答案把它算一下 25加35 这里会叫做60 60跟2约分叫做30倍 所以30乘30就叫900 减掉10乘30叫做300 所以答案叫做600平方公尺 这是第一个方法 再来我们往后看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这块黄色的地方 我把它剪下来 右边的这一块黄色的T形 我也把它剪下来 其实两块都叫做T形 但我剪下这两块之后 我把它重新的组合 重新组合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新的小T形 这是一个小的T形 那小T形当然也有上底 上底是多少呢 25扣掉这个10 所以新的上底叫做15 那新的下底呢 35减10 得到25 所以新的下底叫做25 那高有没有改变 高没有变吗 高本来是30 那在这里 它一样叫做30 记得 我那时候讲说画高 一定要有垂直 高一样叫做30 所以它的面积 就叫做上底加下底 乘上高 除以2 好 余芬 这里是40跟2 40跟2月掉 叫做20倍 20乘30 一样得到600 好 当然你会组合这个题目 我觉得会更好算 这个是T形的复合图形